電影狂熱主持 陳子斌 在倫敦這一個月7月2日至14日 在Coven Garden的Ordion戲院 慶祝香港回歸15年的香港十五電影節 有十五套香港電影將會被簡選放映 其實看回這十五套電影 都會說得上是挺有代表性的 有不少將會被放映的電影 更加令到可以說 除了海外的華人 甚至是對港產片有興趣的英國人 可以透過這些影片 可以更加認識現在香港的生活狀況 民生 講述這個在金融風暴 和股市搏殺的 講述這個搶錢世界群氣的 道奇峰執導的奪明金 另外大家都知道 香港樓價現在不斷地彭彭聲上 香港人也都面對著職業的困難 彭浩祥的維多利亞一號 正是就著這個題材 拍了一部這樣的戲 而這部戲也都會被受簡選 在這個電影節裡 香港的老化的老人問題 許安華的陶姐也有 藉著這個電影作出一個深入的探討 而值得提的就是 劉德華飾演的 Roger Lee 電影監製的李欣林 也都會在這個電影節裡 遠自香港 飛來倫敦 出席這個放映會的Q&A 講起上來 陶姐也是劉德華有份投資的獨立電影 其實講起獨立電影 這個電影子也都 有幾套獨立電影的放映 包括也都是劉德華投資 陳果的成名作《香港製造》 黃修平的主男作《當碧涵遇上奧雲》 以及也都令到這個燈翠山 得到剛剛是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導演的這個大南湖 而燈翠山也都會遠度 由香港飛來倫敦出席這個放映會的Q&A 除此之外電影子也都挑選了兩套 是邵氏年代的電影作出致敬 包括張哲導演的《獨秘刀》 以及盧嘉陽導演的《少年三十六房》 其實講起邵氏時代 邵氏年代 香港電影可以說得上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也都有東方荷里活之稱 邵氏的成功也有賴當時 是一些很有魄力的製片人 邵逸夫 以及嘉禍的周文懷、新藝成 甚至得寶的潘迪生 永成的向氏兄弟等等 絕對是當時香港電影百花齊放 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但是隨著1997之後 這一類型的大製片家 好像嘉禍、邵氏等 這些以大studio運作的模式的公司 少之又少 電影人找資金開起 更加是難上加難的 很多電影人也嘗試北上去找機會 中江合拍片也因為這樣 越來越多 其中表表者包括 有李仁港和陳可新 而李仁港的鴻門燕和陳可新的武俠 亦都會被揀選在電影子上放映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先前講的獨臂刀的男主角黃宇 亦都有份在武俠做一個反派 亦都是電影子有幸在香港邀請到他來倫敦出席這個放映會 其實是Q&A的 相信黃宇在不論香港 甚至在外國其實都很多影迷 相信他出現一定會在電影節造成空洞 其他選取放映的包括 有大家很熟悉的梅華無間道 另一部杜其鋒的作品《文雀》 劉振偉去年上映的作品《東城西就2011》 彭斯兄弟的《B家偵探》等等 還有偏移優質度《少林足球》的編劇 馮志強的處男作《袁紅》 也有杜汶澤、薛凱琦 更加有很久沒見在電影大銀幕出現的 萬子良的領銜主演 而馮志強亦都會由香港推到倫敦出席這個放映會的Q&A 可以這麼說 雖然香港電影由八、九十年代全盛期二百多部的電影 到現在 只是每年推出四、五十部電影左右 但是 香港十五電影子可以讓我們清楚知道 其實香港電影圈還有一班中堅分子 一班電影人繼續為香港電影努力